比利时对日本的下半场进行了6分钟 除了日本球迷应该没人相信此时的比分了 2比0 日本队不可思议的领先了2018世界杯中攻击力最强悍的红魔 还是两个球 这应该是日本足球最光荣的一刻了 虽然比利时在上半场占据着场面的优势 但日本确实不处于下风 还以很坚定的高位逼抢 严谨的组织以及适时的反击 如果你在空中远远的遥望场面 你一定会以为这是两只世界上顶尖强对尖的对决 就当所有人都在期待这场比赛的下半场会如何进行时 谁都没想到4分钟内日本连进两球 比利时在绝境中两次换人完成了扳平和逆转的两立进球 3比2比利时绝杀日本 历史上首度连续两届世界杯挺进8强 日本还是输了 但直到比赛最后一刻 他们依然将逼强组织反击完美的贯彻时钟 毫不因为对手的强大而褪色 事实上 他们甚至也可能绝杀对手 就在比利时进球前一分钟 本田归右35米开外的任意球 划出了电梯速降的弧线直向球门飞去 如果不是库尔图瓦精彩的扑救 胜负孰未可知 这一射 像极了足球小将中大空翼最强招数冲力射门 曾经只在漫画中幻想的进球 日本人也化为了现实 在看完日本这场荡气回肠的失利时 正如张家伟的一句话 我多么希望在我有生之年 中国队可以这样输一场呢 也许这次世界杯更适合代言这句 我不是天生强大 我只是天生要强的 应该是日本队 好了本期的嗨娱乐就到这了 记得点赞和关注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